乔委会举办台湾美食厨艺巡回讲座 在北加州的两场活动结束后 接下来转到中加州 这也是40年来首度在牡丹市举办 由斯俊华人联谊会承办活动 两位大厨许文光以及李文青 也深刻感受到当地乔包的热情 优雅的台湾蓝装点会场 出席的乔包难掩兴奋之情 因为这是台湾美食厨艺巡回讲座 40年来首度在牡丹市登场 在斯俊华人联谊会用心筹办下 活动场地安排的相当妥善 出席的中外贵宾 包括驻旧金山办事处长马忠林 湾区桥教中心主任吴玉华 以及多位牡丹市议员与民选官员 大家都对台湾的好味道充满期待 我们今天一共来了将近180个来宾 45%是主流人士 也来了很多主流官员 大家反应非常好 也很开心 希望还有第二次 我们希望也把这个消息送到我们全世界的华人 知道我们这个小小的城市 在这些却做了一个很大的国民外交工作 这次小委会领派的两位大厨 韩社爱美酒店中餐行政主厨许文光 以及亚都大饭店中餐副主厨李文青 陆续为大家示范多道精致菜肴 每道菜色都融入到底的台湾味 好比这道松露滑蛋煎干贝 材料中的亮点就是油条 主厨将干贝的鲜嫩滑 搭配上油条的香酥脆 让与会来宾对于台湾菜的创新与多元印象深刻 许文光主厨强调 每个地方都有一个特别的文化在 他也把这样的思维带入烹饪当中 因此两位大厨在准备示范菜色前 都会寻找当地的食材融入其中 像这道香根牛肉粒 大厨特别在示范过程中 一边分析肉质的种类 饲料对牛肉的影响 以及口感呈现的差异等小尝试 让大家获益良多 陆续端出的菜肴有金刷虾球 台式五香鸡卷 辣味韭菜炒饭 特加甜莓菜烧五花肉 鸭丝雪菜炒米粉 以及避风糖茄子 由许文光主厨负责示范烹饪动作 而部主厨李文青则在厨房内 准备供应200位宾客享用的餐点 以台湾美食为国民外交成功出击 台湾宏观电视黄本初 美国牡丹市采访报道